朋友圈里看到一个这样以貌取人的段子说 性格写在唇边,幸福露在眼角 站姿看出才华气度,不态可见自我认知 表情里有近来心境,眉宇间是过往岁月 衣着先深美,发型表个性 职业看手,修养看脚 以貌取人中的貌不但是外表,更融合了眼神、谈吐、气质 以及许多小细节而成 向游新生,一个人的面貌是一个人内心的反应 通常可通过一个人的面貌对一个人进行初步的评判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1年4月10日 看大夕阳日落,聊我们的故事 没有点赞和订阅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非常感谢 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相貌不是天然生就的 而是长期的心理与行为的修炼在脸上的投射 蛮横的人习惯睁大眼睛瞪人,导致眼珠子突出 易怒的人,双眉倒数,导致眉尾上挑 悲观的人,时常嘴角向下,导致神色愁苦 善良的人,眼神温婉,眉头舒展,满面春风 热情的人,时常面带微笑,亲和力十足 心态好的人,内心平和,面容,沉着大气 人的七情六欲表现在六欲上 有什么心理就会有什么行为长相 而一个人的面相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总会眉开眼笑嘴角上扬的人 自然心灵清澈,善良祥和,让人如沐穿风 遇见的都是美好,所教的都是良友 道路越走越宽,人生越行越顺 相反,整天愁眉哭脸,恶言相向的人 他们由内而外散发的腐朽恶臭 早已让人望而生畏 久而久之,把日子越过越糟 把人生越活越狭隘 即便是生来容貌交好 也会在思想的荼毒下变得丑不堪言 所以小时候好奇大人们只见人一面 就能通过人的长相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好坏 甚至还能看出其家庭和教养 长大后才明白原来以貌取人是人的一种本能 正如法国大文学家余果说的那样 人的面孔常常反映他的内心 内心形成的一些东西对他的神情仪态产生了影响 继而面相也随之发生改变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通过人们的面相 往往也能体会到他们内心的世界 日本文学家大宅壮一说 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 我们内在的素质 内在的修养决定了我们外在的形象和风貌 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前半生说过的话做过的事 学到的知识懂得的经历 无形中都在改变我们后半生的长相 我们的面相折射出我们的灵魂 所谓察言观色中的观色 指的就是观察他人的面部表情 在这丰富多彩变幻无穷的面部表情中 隐藏着许多我们不易察觉的信息 只有我们能够细心的辨别 也能像FBI特工一样 透过真真假假的表情面具 收集到对自己有用的可靠信息 一代名臣曾国藩在诗人方面就特别在行 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名叫兵剑的书 分享知人关心的窍门 其中最具概括性的就是被后人广为流传的 向人八句口诀 邪政看眼鼻 真假看嘴唇 公民看气概 富贵看精神 主义看执着 风波看绞尽 若要看条理 全在语言中 法国启蒙世纪著名思想家 哲学家作家迪德罗 在绘画论中曾经这样写道 一个人他心灵的每一个活动都表现在他的脸上 刻画得很清晰很明显 张爱玲也说 一张好看的脸就像一本好看的飞夜 令人忍不住想读下去 生活中善于观察的人总是能从对方的面部表情中 判断对方的想法和心情 人的情绪低落 哀伤的时候 双眼空洞无神 高兴或者厌恶时 嘴部动作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高兴时哈哈大笑 厌恶时嘴角一撇 都是非常清晰的内心态度表达 受到惊吓或者愤怒时 眉头的动作会将心中的这些情绪进行完美的诠释 眉头紧皱是愤怒不满的表征 眉毛上扬 则是内心惊讶兴奋的一种表达 通过一个人的面部特征 可以磨清一个人的心理变化 这样的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就会方便自己对症下药 从而与无处不在的心理博弈中占据先机 相游先生这个典故 发生在唐朝陪度的身上 出身河东 陪氏家族的陪度 年轻时并不疯广 曾一度贫困潦倒 一天在路上遇见一行禅师 大师看了陪度的脸像后 发现陪度眼光外浮 纵纹入口 是一种起尸街头饥饿而死的像 因而劝陪度要努力修善 数日后 陪度在香山寺时的一副人的御代归还他 救了他父亲的性命 日后又欲一行禅师 大师看陪度目光澄澈 脸像完全改变 告诉他以后一定会出将入相 陪度以为一行大师在与他开玩笑 一行禅师说 七尺之躯不如七寸之面 七寸之面不如三寸之鼻 三寸之鼻不如一点之心 禅师加许他的善行 果然陪度历任县穆敬文四朝重臣 为将相全才 当时有勋高中下 声部外移的圣名和地位 史书中称他 是四朝以权德始重 其威欲得业比郭芬阳 陪度有五子 都名声显赫多有作为 另说陪章 山西省河东地区人 他的父亲与神僧谈召法师极为友善 法师精于像术 他看陪章的像天庭饱满地格方圆 将来的公民事业一定很有成就 彭章二十岁时娶妻礼事 隔年他到太原做官 妻子则留在家中 数年后陪章又遇见谈召法师 法师十分惊艳于他项目的变化 天庭倾限 地格兼销 掌心有黑气盘绕 法师告诉他 恐有不测之祸 以谨慎防范 并追问做了什么缺德事 陪章反省数年来的所作所为 只有在太原与女人私通 算是有为伦理 并无其他亏良心的事 谈照法师叹了一口气说 你本来有美好的虔诚 乃何不知珍重 与别的女人行淫 你这样自己摧残福德 实在是太可惜 过不多久 陪章真的是灾祸连山 有一次他在浴室洗澡 布下进入行刺 陪章刀中腹部 五脏进出而亡 正如荀子所说 相行不如相心 论心不如论德 古代最有影响的相术书 太清神剑中论德 为德之先 为行之表 德在行先 行居德后 去恶从善 消灾避凶 正所谓 你的面相 就是你的风水 每个人都喜欢和有趣 且风盈善良的灵魂相处 愿你能修炼内在 焕发光彩 罗素也说 一个人的脸 就是一个人价值的外观 它藏着你自律的生活 还藏着你正在追求着的人生 中国自古以来 就有面相学义说 流传千古不无道理 面相总能透露出 一个人的灵魂性情自律 所谓的相由心生 想来也却有其事 在中国 如耳朵大的人 通常会被认为是有福之人 如三国时期的刘备 便有能看见自己耳朵 双手过膝等复归相 汉高祖刘邦的乐障 便是因其气宇不凡的仪表 将女儿许配给他 德国诗人里尔克 说过这样的话 人的数量虽然很多 但是人们的使用的面孔更多 原因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好几张面孔 就像在台上表演的男生一样 他们会在不同的地方扮演不同的角色 展现不同的面孔给别人看 人生就像舞台 而舞台则是我们人生的缩影 在人生的剧目中 我们既是看客也是演员 然而人生和演戏还是有区别的 演戏有预先设定的剧本 每个人的角色命运都已经被预先安排好了 他们只需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而我们的人生剧本中一切都是未知 我们所戴上的面具都源于自身的需求 作家毕书敏曾说 整容医生的手术刀抵不过天下另外两把快刀 一把刀是实剑 实剑会冲刷整容的效果 就像雪堆遇到穿羊渐渐融化 还有一把更尖锐的刀 那就是心灵的雕刻 只有心底的明媚才能滋养出旷日持久的赏心悦目 我们常说这是个看脸的社会 以貌取人真是肤浅 其实有时候以貌取人也是公平的 真正的修养都写在脸上 是你的内在交付给外在的精神面貌 天生励志固然可喜 但没有智慧的禅电 也难免滑而不识甚至过早枯萎的命运 美丽有智慧的相伴才会开放的更持久更安全 向由新生 紧随心转 愿你长得更美丽 活得更好看 正如奥特利赫本说 若想拥有迷人的嘴唇 请常说善意的言语 若想拥有动人的眼眸 请找寻他人的优点 若想拥有苗条的身材 请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 若想拥有美丽的秀发 请让孩子用手指穿过你的发件 若想拥有优雅的仪态 请牢记你永远不会孤单独行 这个世界 没有无缘无辜的美 也没有莫名其妙的仇 相貌是岁月在人身上的沉积和凝聚 咱们的长相 就是咱们灵魂的模样 好看的皮囊千片一绿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往后余生 愿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感谢您耐心的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会